第八课 生活中不缺少美 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无法选择 但我们可以选择态度 用一个能够带给我们快乐的方法 我们才能选对心情 选对生活态度 心情可以选择 二 小李最近心情不太好 可能是上次比赛没有打好 受了影响 你最好找个时间跟他谈一下 让他不要有压力 好好准备下次比赛 小李对上次比赛很满意 生气时 不要急着下判断或做决定 因为此时做的决定 很可能会让你以后后悔 生气时别急着做决定 四 你的办公环境会影响你的心情 如果环境干净 你每天都会感到愉快 所以 如果你的办公桌很乱 是时候改变它了 办公环境对心情没有影响 五 研究发现 吃甜的东西能使人心情愉快 所以 如果你觉得心烦 可以吃点蛋糕或者巧克力 这些甜的东西可能会给你带来好心情 吃甜的东西能使人心情变好 六 马老师 大家都说您越来越年轻了 谢谢 这话我爱听 男的现在心情怎么样 七 你喜欢听什么样的歌 我喜欢那些听起来浪漫的 让人感觉放松 心情愉快的 他们在谈什么 八 师傅 我去火车站 要多长时间 半小时能到吗 现在不堵车 估计十五分钟就能到 去火车站 需要多长时间 九 这件事是我不对 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您 没关系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你也别太放在心上 男的是什么态度 十 下一个就是我了 我突然有点紧张 没事 放松点 像平时练习时那样就可以 女的现在心情怎么样 十一 那位司机的服务态度很不错 我们玩得很愉快 可不是 我们真应该好好谢谢她 他们打算感谢谁 十二 看你这高兴的样子 问题解决了 是啊 白老师提醒我换一种方法试试 问题果然就解决了 男的现在心情怎么样 最后再请求 下一个节目 给你下一个节目 大家 下一个节目 和你 有关系 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